走起,好的,已经开始了 我现在耳烦了,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可以啊,我现在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行,好的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今天非常感谢道道同学来跟我们线上聊天 然后本来是想线下面积的 然后发现这样非常不外不散 非常不适合这个时代 主要是我们两个也忙 然后也没时间碰到一起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是要跟道道有关的东西 然后非常适合的人就是道道 从10年前为了今天就准备了 那废话不多说吧 就是我准备了一个提纲 然后视频上也能看到 那我们就直接按着提纲来吧 今天速度你来控制可长可短 看你时间 好,第一个问题 我们多互动一下 别让我一个人讲啊 我也第一次接受这种情况 好的,第一个问题 请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最早是博客出身 就是最早我是写web2.0的文章的 然后写的差不多有七八年时间吧 然后很可惜的是在自媒体红利来临之前的时候 我停笔了 差不多是在13年的时候 我停掉就没有再更新 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发现写来写去所有的互联网的产品 就失去了当初在06年到10年之间的那种创新的力量 写来写去就发现我只要把一个产品的名字变更一下 其实就变成了另外一款产品 就是我就痛 就再也没有写的动影了 可惜就死在了自媒体红利之前 之前还是还有一定小小小小小有一定影响力的 后来 然后后来就在盛大创新院做一直在做产品 然后也去了格瓦拉 我是格瓦拉的第10号员工 然后是WiFi万能钥匙的第28号员工 对基本上最近的一份工作就是在WiFi万能钥匙 然后想做一些社交产品和增值相关的产品 对 其实道道哥我是前同事啊 我毕业也是去大创新院 然后他应该比我大一年 早一年 对大一岁 对大一岁 也是大一岁 好像我们是同龄吧 同龄 好的我们都老了 好的我们都老了 老了老了 那第一个问题就简单做就过了 第二个 最近一段工作经历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公司 什么职务 什么职务 美常工作内容是 我最近的一份工作就是在WiFi万能钥匙 这份工作我差不多待了7年 我自己想想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在WiFi万能钥匙 我是28号员工 然后参与了负责了WiFi万能钥匙的3.0版本 基本上是从一个小作坊的软件 然后跨上了一个平台性的产品 然后这几年在这个集团的公司 各个业务部门都轮岗做了一圈 然后最后一份工作是在掌门集团下面的一个社交类的一个产品的增值业务部门 负责一些增值业务产品 在整个公司的体制下面的话 我在集团之内的话做了差不多有四五款产品 都是偏社交和娱乐的 但是说实话都不是很成功 然后最好的孵化出来的项目差不多日活在30多晚 然后最终也因为公司的整个业务的调整 然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这份经历也不是特别成功 日常的工作 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拉着团队开开会做做产品 然后做做收入做一些增值业务 然后做一些推广这些事情 基本上都是很杂的很杂碎的一些事情 卷麻到后来 卷麻到后来 什么 卷不卷 卷不卷 我们公司其实不是特别卷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文化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前公司有一个文化 就是挺好的 就是有爱感恩 以家庭为何 所以这也是各方面我发现就有点 就是有点太舒适了吧 在这个公司下 也是导致我可能在新加工待了7年的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吧 我以为是打太极文化 就是以漫为快 以漫为快 以漫为模样公 模样公 模样公到底没有 但是公司这个漫文化 确实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文化 老板也是 就是很多公司其实不是死于什么 它其实是死于太快 发展太快 对吧 因为所有的公司都不可能是无限增长的 它一定是这种缓慢增长 或者说它有可能是短期内爆发 但是它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增长 所以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必要说追求那种爆发式的增长 只要处于能活个 对吧 慢慢的活着 然后就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况 OK 好 下一个 整个2021年 整个2021年 你工作和生活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我觉得21年的话 其实对我是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让我觉醒的那个事 就是我差不多 我是这样子 就是我从16年 其实我关注区块链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早的 当时也是写了很多篇布道的文章 然后在知乎上面 也是也是被编辑推荐啊 然后排行度是很高的这些 然后再 但是在17年19年之后 就是16年我关注了2到3年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关注这个领域 直到去年3月份 就是2021年3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一个念圈的一个朋友 他跟我聊说他又开始创业了 他是一个 这个哥们等一会儿可以简单聊一下 就是 他的领域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但是他跟我电话里聊 他说准备创业了 然后做NFT 跟我聊了很多 但是我当时 其实因为我在这个区 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这个领域了 我是一头雾水 但是可能老子里 有可能一些朋友 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文章 我对这些概念 可能有些懵懵懂懂的了解 但实际上是 几乎是没有很深入的去 关注这个领域的 然后他跟我聊 一直聊 我是跟不上他的节奏的 他的很多观点 很多对整个行业的一些理解 包括他的一些项目 跟我去聊的时候 我是吱吱呜的 然后但是我又碍于面子 我也不能表现的很累 对吧 完全不懂的那个状态 然后硬撑 但即便是这样 就被我的朋友就发现了 他说跟我说了这样 他说大导你最近罪名什么 你最近罪名什么 怎么感觉你对这个行业 没有太多的关注 然后他一下子就点醒我了 我真的觉得 因为当时我跟他是 这不扯了 就是 反正他这一句话就点醒我了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因为他当时离职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说了 你看 他从 他从我们公司离开了 他说 我说你看所有的员工都在 焖头苦干 但是事实上呢 很多人其实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 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他并没有去看外面的世界 而是一直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看起来都很忙 但实际上他的脑袋是很空 这是我当时在他临走的时候 我跟他去聊 我跟他去我送你 我说你走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巴拉巴拉 结果几年后就是几年后 发现他状态就完全变了 我变成了这么 就是那种埋头苦干 但实际上不看外面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点醒了我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疯狂去补课 在那个 呃 上半年的时候 就开始去 重新去关注这个领域 Defi NFT 然后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东西 就是我发现我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错过了区块链 这两三年的最黄金的发展时期 最黄金的发展时期 所以这个就是 也是对我的一个感悟或者收获 收获就是说 我觉得很多人工作上看起来忙忙碌碌 其实 呃 没有停下脚步去看外面世界 其实是对自己人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 就是体力上的忙碌 其实不应该成为你停止思考和学习的这个借口 就是你还是得多看 多去思考 包括我最近其实也是就是我停下脚步 重新去看起来没有很多 看起来好像没有铲出一些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是宝贵的 这个让我很快的 在这建立起了一些新的一些知识体系 这个对 我最近也是虽然看起来我已经不在公司 我现在已经离职了 不在公司 不在工作 但我觉得我最近这段两三两个多月的时间 还是很充实的 对 每天信息上爆炸 信息上爆炸 嗯 我刚开始观众 我刚开始观众 各种懵 各种懵 嗯 我现在晚上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前 因为我也也其实还是在大量的补课 补课嘛 然后对吧 大量补课在最近最近时间我其实吸收的知识还是挺多的 我一个办法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是看很多币圈 应该不叫币圈 应该叫念圈大佬 他们对很多项目的一些分析底层分析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共识的算法跟你去讲 其实挺枯燥的 很多都特别枯燥 但看着看着你就睡着了你知道 很枯燥 但是也很有吸引你 但是我养成这个习惯 就每天晚上看 看完 然后反正人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拉倒 反正慢慢的就睡 睡着 也是一个很好的催眠的办法 嗯 我刚想问你看这个 我刚想问 原来你就是为了睡着 我之前记得好像我分享给你了一堆的那个YouTube大佬的那些视频 视频号吧 对吧 你看不是视频号 就YouTube 嗯 指尿度很高 你当时是美股投资吧 有好几个 我投资吧 有好几个 对对 我从 我从一大年开始 对对 我直接照顾下一个问题 你平时投资吧 然后在这个 另一个 另一个你可以不用回答 就是敏感的你可以不用回答 你看你啊 有平时投资吗 2021年 我接触美股 我接触美股其实很早了 12年开始接触 然后12年接触的话 当时也没什么钱嘛 投了也是一样 就是当时没什么 作为刚毕业几年没什么钱 投了三万三四万块钱 进去之后 基本上变成了一万多以后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再也没关注了 知道就没有没有 差不多呃18年18年的时候呃 又开始回去 又开始重新去思考这个事 因为稍微有点积蓄了 然后这些积蓄 我觉得需要去转化成一些 然后但是18年到呃 2000呃18年到2000年之间 其实也都没什么挣到钱 但是呃也是因为没挣到钱 导致我有好几只股票 就一直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就是两年几乎就再也没有看过 然后我在19年的时候 19年底我突然一看 发现我的账号上 账户就是那个钱啊 已经翻倍了 翻倍了之后我又回过头去逼 我又从20年开始 呃又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包括一些投资的一些逻辑 然后那个是完全是碰运气了 就是呃我当时买了 呃买了什么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腾讯 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特斯拉 那个还有个什么股票 港股 对对对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那只股票我很多 对反正就是那几个股票 我就一直放着 放着再也没关注我 然后19年时候 我突然猛来一看 发现翻了两倍之间 让我去重新思考 就是呃 如果是 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再说有些观点 也其实今天看也未必正确 但是在20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牛市嘛 但牛市的话 我刚好踩了几个很准的点 就是踩了 主要就是一个就是美团 一个就是未来 一个就是B站 都是它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点进去的 然后差不多有五倍多的收益 五倍五倍多的 我觉得但是20年的话 是相对是一个牛市嘛 我觉得就是当时也比较亢奋 然后但是今年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也就跌回去了 我赚了一点点吧 就赚了最后发现 其实就赚了两倍 就是2000年 2000年到今年吧 一共就两倍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收益 这么一个情况 啊股票 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嗯 我发现确实赚钱 是可以让你去深度去思考的 是回去让你去思考 为此有好 这我也思考了很多 然后又亏钱呢 发现有些方法论似乎又不对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 包括其实跟过去工作 其实也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不断的试错的过程 你去纠正你的这个方法论 有些投资的东西 你可能说 曾经你觉得是对的 后来在这个 在这个 发现又不对了 然后其实你就应该修正你这个观点 是不是要有更好的更好的方式去描述 但是我觉得2000年和2011年 我觉得都呃 是我重度参与的这两年吧 就是操作相对比较平安的这两年 但是我觉得这两年 其实都不能代表什么东西 一个就像牛熊 一个其实呃 你没法穿越那个牛熊 其实你都不一定能呃 沉淀下真正有价值 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还是还在学习吧 还在学习 不过好在总算在股票里面是没有可以亏到钱的 还是还是稍微赚一点点啊 就是这样 对我挺多朋友都说就是 研究投资是认识世界 还有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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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嗯 当我呃 当时也有些狂妄 就是5000年的时候呢 就写了很多总结 结果我 呵呵 2000年回去看的话 发现 好像 好像也不是特别对 但但不重要了 就是反正一直在修正 然后有些东西 我希望还能能请电 对对 我之前好像给给你看了个 对对 我放在也是我看一下 版本迭代 我当时 那就是你个人版本迭代的记录 对对 我觉得还是要迭代的 这个还是要花时间去修正 修正 修正这些东西的 对是的 基本上人家大佬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真的特别对 就是你投资就是凭运气赚来的钱 最后都会 亏回去 还是认识以外的钱 你基本上也是赚不到的 你只能赚在认识以内的一些小钱了 是 嗯 好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web3 关注web3 哦对 你这里还有一个了 就是币圈的话 我还是赚了不少的 币圈的话 就是我差不多17年的时候 就17年 17年底 然后不是17年 就16年底 然后17年初的时候 就是我买了不少以太坊 然后还有一些 基本上主要也是以太坊吧 我当时以太坊差不多是2000块钱 平均是2000块钱吧 然后买了一些吧 还是还是 基本上赚了 平均下来赚了10多倍吧 然后也是因为在17年之后 17年之后 不是17年 就是18年19年的时候跌 跌也是导致我其实也 运气好嘛 也是跌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关注嘛 那些币就一直放在里面嘛 然后就今天回过头去看 发现还是还是赚了 赚了差不多有10倍多吧 还好 跟其他大佬不能比 但碰巧有10倍吧这样 可以 然后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 就是我的朋友跟我打完电话之后 觉醒我之后 然后我回过头去再去关注这个领域 然后去了解这个 然后定投 就是也不会一下子就定投买了一些 flow dote和matic 就这三个币 就这三个币 今天看下来的话 一个就是波卡的嘛 一个就是NFT的那个 NFT的那个概念 叫什么flow 还有一个polygon的那个代币 就是马蹄币 然后今天看就前几天看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收益也还行吧 也有三四倍左右的那个收益 我觉得还是还行吧 就啊 嗯 其他的一些大佬玩的那些合约杠杠 我是几乎从来没碰过的 然后我也有些朋友也跟我聊 他们好像就赚了很多 但我觉得你懂的 在这个币 潮流股票 这种都是传说 或者说反正我这些就不去碰了 就是我也是 呃 后来定投的那几个呢 其实主要还是 在那个供念层的一些代币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买了一些他们的那些 呃 那些币吧 嗯 就这样 那币的话题咱们就不展开了 今天本身聊币 然后也不做任何投资推荐 就是看到的朋友 就你们就当一个参考信息好了 就当一个参考信息 我们都是业余的 都是业余的 好 那我们就直接下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web3 呃web3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么一直都有 然后我也是在也是一样的 就是上次那个哥们 我觉得真要感谢我的哥们 点醒了我 回头我要找他 找时间跟他再吃个饭了 就是我差不多也是在五月份的样子 就是那个波卡的那个 凯文物的就是他老板 也不叫老板 他创始人吧 就是发表官布波卡项目进展的时候 就是他提 其实很着重去讲web3的概念 然后当时的话 其实我稍微研究了一下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呃 就是概念大于实质 因为其实在这个圈子混血 大家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区块链技术一定是在web3里面 扮演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但是这个web3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还是没有人准确的能描述出来 虽然凯文物的提了一些他的一些概念 但是因为我因为有可能这也是 我觉得我也是也是需要自己去反思的 就是说五月份的那段时间 就是我还没有摆正自己的姿态 就是说还是以自己过去的一些思维方式 去思考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区块链里面有一个有几个 呃有那个什么三呃不可能三角啊 就是一个是呃去中心化 一个是要什么来着呃校女 还有一个叫安全这是这是不可能三角 那中间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觉得是效率效率问题 效率问题如果是对于互联网来说 其实是违背了互联网的很多初衷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web3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至少在短时间内 其实是很难去有真正去落地的 那后来的话就是呃这个过程 呃也其实web3其实也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也没那么乐 其实大多数呃过去的那几年呃就是一三 就是去年的话主要有两个概念嘛 一个是define和nfd两个概念是比较火 所以大家可能焦点还是在那个上面 我觉得确实呃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上还没有对他产生共识 但没有就是呃到啊和web3就是还没有出圈 还没有大多数人还没有对他产生共识的时候 其实你也很难作为普通人 其实很难去投入大量的注意力去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也真的还没有真的去让我去花更多的精力去啊 当时还是花去研究define和nft这个 我觉得这个确实人云云云的因素很多了 然后但直到就去也是去年就是11月份的时候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红山和老虎基金就发布了那个关于web3的研究报告 web3的研究报告 然后我就嗯 又去深入去研究了一下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把他们的报告又就是反复读了好几遍 然后我自己也做老图把这个全部拟了一遍 然后越是拟到最后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呃 越是加深了很多概念就跟我最想要做的那个东西 其实碰撞就各种碰撞就是产生了很多火花 就是越发我觉得我想要做的那个事情就是在这个时机点是要去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交集就是我虽然很难去把它描述的 在在在当下10月份的这个时候 我就很难当下把它描述的很清楚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跟我要做的 但是我可以明明都感觉到就有大量的东西是重复的 可能不是百分之三十百分 可能是百分之六七十的这种东西是要重合在一起的 跟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去嗯 嗯大量的思考那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更多的 思考的是在我认知范围内 web3.0到底是可以做成什么可以落地成什么样东西 然后也是呃花了差不多两个多 也有有两三个月了吧 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时间 我觉得我嗯可能有一些浅薄的收获吧 就是可能解我曾经那些呃 呃曾经那些所存在的疑惑在这份报告 还有包括我自己这两个月的不断思考过程中 我觉得找到了一些答案 找到一些答案啊 后面可以简单再聊一聊 嗯嗯 你有那个插一个你有有心耳朵吗 你有有心耳朵吗 呃听不到是吧 呃能听到就是油管上说有回音 可能是你电脑公放传出来的 我去从我电脑里 嗯 但是我没有开你的声音啊 你没有 等一下我我电脑确实有声音 但是我没有 就就你电脑发出声音 然后可能被你电脑那个录音收音给收进去 哎呀那现在呢我不知道怎么是怎么搞 那些东西你你你你你电脑收音那个麦克风开着 就是现在状态没问题 然后你插一个有线耳机 然后 行啊行啊我去 我去 我去找一个耳机看看 行行行行 找一个 有的话 找一个 正在直播同学稍微等一下 可能是这个原因 然后这个视频会录 然后这个视频会录 所以我会那个 所以我会那个 解一下 这里面要召唤 那个叫做第4步的提升 录制的时候这段怀劲 不是来宾的问题 不是来宾的问题 会有路线 会有路线 我这边就有一个麦克风 我这边有一个麦克风 我这边应该是正常的 你们听到回应应该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就是我同身在路对面的传过来的信号 还可以吗 可以吗 不是来宾的问题 还好我放了一个提纲在这 毛牙耳机可以吗 蓝牙蓝牙应该也可以 但蓝牙的话你 我想想蓝牙应该也行吧 你试试 对只要 我们现在有人在线吧 这个 有7个人正在看 随袁俊来看 你现在是已经戴上蓝牙了吗 我戴 但是 我没理解啊 就是 等一下你是要粘我的手机吧 应该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个蓝牙耳机到底粘谁呢 粘手机还是粘电脑 我现在不知道 主要是要把电脑里发出来的声音 然后电脑再收进来的那个声音给屏蔽掉 就是电脑不能供放 就是电脑不能供放 我电脑 等一下我现在 我看一下 刚才来宾说话没有回应 对他说话肯定是没有回应 传到我这儿 所以你们能听到两次我的声音 你现在连上电脑了 我现在 现在这么操作了 连上电脑了吗 我插上电脑了 你看看呢 好像我这儿听不到你的回应了 get了 那个油管的同学们可以了吗 油管同学说我的声音有点小说 我把我的麦克风声音调大一点 这下这下应该可以 你说两句话试试 哈喽哈喽哈喽 喂喂喂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ok了可以了 好懂了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畅聊接下来的问题了 继续吧 还有人再炫啊 搞得我很紧张 好了好了 这个视频传上去可能更多 好下一个问题 好了 你之前关注web3 然后觉得相对于web2来说 web3给你最大的震撼的点是什么 或者说说一个web3给你印象最深刻的项目 嗯 我觉得web3里面 web3里面定义其实特别多了 就是 而且每个人的定义 其实 其实也就是不同机构给出来定义 也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web3里面有一个 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也是会让我觉得跟web2.0相比 可能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到 其实到的话可能看起来有点 就是说起来 还是有点抽象 但我更愿意去说 它一定是在生产分析上 会有产生大的突破的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 因为就为什么我所有的思考 其实是基于就是说 我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就我有很多落地的场景 那这个东西其实跟web2.0 真的是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很多人对web3的解释 其实对于对于 其实大家都多耳熟能详 耳朵听出老简了 对吧 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道 一个就是经济体 就是说每一个身 不管是它的念 还是你将来做的这个项目本身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一个经济体激励层 来促进这个社区里面的人 能够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交互 不一样的交互 这个东西是我 我是觉得很赞 我不知道你能够理解不能理解 就是怎么去讲呢 就是很多人去讲去中心和分布式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 其实都不重要 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要做的这个东西 一定是能够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经济体 它必须是要有一种 你们说的代币也好 就是原生通证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了 但是这些通证为什么要有 在你的社交 在你的社区里面 为什么要有 它是用来结算你的各方利益的分配的 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团 没有这个东西 你的体系就转不起来 而这个东西是在web2.0时代是怎么都没有的 那我想要做的就是 把这种体系在你的整个社交产品 或者在你的想要做的项目里面 把它扭转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接着就是一个道 道的东西其实是 它其实也需要原生代币 原生通证去支撑它 那它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的思想 我觉得就是道的定义 其实也有很多了 但核心的思想我觉得还是一个 我觉得是治你权 治你权是最重要的 当然所有权也很多人也会说 我觉得这是不需要去说的 或者这么说 就是所有权和治你权 是在你将来要做项目的这个过程中 是尤为重要 那如何去治你如何去 那其实就是用你的原生代币 来完成整个操作 完成整个交互 OK 所以你刚才说了 对 我说的有点乱 因为我 现在是相对比较抽象 因为后面可以聊你具体的项目 那个时候你可以讲的 对 我觉得很多 现在其实缺的就是整个行业 就是发展到这么多 其实经历了什么呢 就是金融韭菜 还有技术圈的小技术圈的 其实我还缺的是什么 我觉得缺的是一个具体真正能够落地的 这么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可能是什么样子 其实谁也说不清楚 因为每个人对他的理解是不一样 最终 产生了这么一个东西 形态可能都 我只能以我的理解去讲我想要做的 所以 因为也可能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道 一个是经济体 就是原生代弊 这个东西 在我的想要做的事 里面扮演着最重要的两个角色 所以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OK 那 讲讲吧 就是我现在知道你出来 然后自己正在做一些跟道有关的事 在正式介绍你的项目之前 你说说是什么契机 促使你下决心里面出来 做现在事的 怎么突然 怎么突然很卡的样子 没有速度 稍等一下 为什么突然很卡 可能网络突然有点卡 那边在说什么 你稍等一下 我这边网络有点卡 还是怎么怎么着 突然听不到你声音 hello hello 你要不稍稍等一下 我这边突然没有速度了 然后 真的有了吗 真的有了吗 我现在能看到能听见了 可以可以继续继续继续 sorry 其实这个事情 我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从16年 其实就开始在想了 但是当时所有的构想 其实都是完全基于web 2.0的思路 在设计我这个产品 这个东西的话 我当时已经跟朋友已经开始 这个就是我业余 业余时间已经做了demo了 做了demo 其实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能力资源和 这里就开始讲一下吧 就是想要做的就是能力资源和生产关系 这一块的东西 然后但是当时的所有的思路 都是围绕web 2.0的方式去思考 但是在17年的时候 我真的就16年底17年左右的时候 我开始关注到区块链之后 我隐隐约约 其实当时已经隐隐约约 有那种感觉 但是当就是说我想要做的事情 跟区块链可能或多或少有点交集 但是当时我的交集 我认为的这个交集可能只有10%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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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 对吧 但是后来我刚刚也跟你讲了 就我现在在思考的过程 我发现其实已经有达到70% 这种样子 那当时想的话 就是隐隐约约约的OK 那我就开始着手去设计 但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越发也花了一年多 一年多时间我们在设计和开发 这个小的业余项目 业余项目 业余项目 然后开发过程中 越发就觉得这个项目做的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就是把格局 虽然我们想要做一个很大的概念 很大的点 叫生产关系 或者说能力资源这一块的东西 但是越做越小 怎么做 其实我们当时想基于简历 就是个人简历这个东西 去包装这么一个 我们想对不对 我直接说吧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用 这个过程 心路历程 就是最早的简历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能力环节过程 不管整个行业怎么发展 一张纸质的简历 其实在你整个招聘环境中 是至关重要的 就不管 对吧 就是 你线上面是也好 线下面是也好 你指质是成为 你和打开企业这个门的 这把钥匙 所以我当时围绕简历这个座 想往外延伸 做一个整个能力资源 包括生产关系这种 就把他所有的整个上下游的所有人员聚拢在一起 后来又发现这件事越做越小 而且不性感 就越做到后面我就觉得特别不够酷 因为当时还有一些人 切入点是什么 就比如说摩卡HR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是摩卡 它是以招聘这个点 切入到整个能力资源的上下游的 包括还有做HR SaaS的那些软件 他们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去往上面去切开的 切到最后我就发现这个事我越做越小 而且越来越不性感 越来越不性感 然后刚好又面临着一八年之后 整个币圈就大跌 币圈大跌 然后我又再也没有再去关注 也不是没关注 就是这个想法就慢慢的被搁置了 搁置 搁置 对吧 而且从那个时间点 就我发现 我突然没有那种灵感 我即便做的东西 其实似乎还是在web2.0里面 就是拿着我吃的老本 就是原有的很多思路 就我一心是想要去往那个上面 下一代互联网上去靠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就是大家已经认为的这个共识 但是就是区块链是互联网的那个下一代 当时还没有web3很强烈这么改 在这过程中我是一直靠 但始终我觉得它跟我想要做的结合点 只有10% 就是我很难扩展到再往上延展延展 可能是呢 所以我这个项目基本上也就疲惫了 因为也是跟朋友在业余时间开发嘛 然后开发到最后 后来也就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从来没有 就是做能力资源和那个生产关系这个事情 其实在我脑海中从来没有抹灭过 从16年开始有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方向其实也一直在修正 也是吸纳很多新的思想 现在把我想要做的事情一直在修正 方向一直在调整 然后调整过两次 然后最后定型差不多是在 就是我在前一年半前吧 差不多有一年多了 也就两年时间了 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间 我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 就是越来越强烈 这个想法的话 而且有了web3的这个概念一支撑 后来我不经常去解读 我发现真的就是跟我的整个理念 是完全match到一起去的 match 当我觉得这个match点 从当初的10%慢慢升上 然后现在说60% 60%到百分现在是可能70% 这么一个样子 我就觉得 我觉得各方面 而且整个行业其实也产生了很多共识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已经未来了 我觉得势能也到这个点了 而且够我想要做 而且我之前储备准备的事情 也有这么大 我觉得可以稍微去试一下 而且另外一个 我毕竟在这家公司待了7年了 真的7年时间 以前有些猎头打电话给到我 你在这家 我都会说真的太可怕了 我也觉得其实挺可怕的 对 就基本上 对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决定要干这个事情了 那你现在干这个事 你打算 希望它给大家带来什么价值呢 我对我这个事情的愿景 我其实我最近正在写BP 我其实还是更想拿传统VC的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简单聊一聊 就是我在写我愿景的 其实我的愿景是什么呢 就是写的很红大 因为这件事真的很红大 然后足以至少 就是比我当时那个 如果只是从简匿的口子切进去的话 可能一方面是 我觉得不仅仅是故事啊 就是真的是有足够大的想象力 就是我想做的是一个 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创新和开放的组织机制 就是通过对能力资源在云端的重新配置 能够实现数字内容创作者 以及内容产出物 在下一代互联网上的 那个叫无障碍的流通 其实你看到里面很多关键词 其实我都是在 不是刻意的去迎合说web3的这个概念 就是跟我想要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是match到一起去的 只是说未来这个项目如果能落地 和区块链技术有多少的偶合 这个可能是在我觉得这个项目的一个 我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哪些东西是要上念的 哪些东西是不需要上念的 哪些东西是需要 就是你用web2.0思路去设计的 哪些东西你必须得强行 就是哪怕现在不成熟 你也需要强行的去通过web3的一些理念 把它给灌输在你的产品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我后面将来 真正要执行的过程中 需要去去思考的 你能举一个具体的用力或者场景吗 比如说我是一个用户 我不管你背后实现技术是怎么样 但是对我有什么新的价值 我觉得还是其实技术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铺术迷你 你可以我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说你看到的 就是至少你看到 怎么讲我的这个产品呢 我想想 你看到的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 upwork你知道吧 或者我不说他们吧 就是说我理解下来的我的整个产品架构 第一个架构就是说 首先我要把很多优秀的人 就是有一技之长 并且他是在数字领域 然后产生数字内容的这帮人聚集在这个平台上 他可以去以项目制去销售他的这个技能商品 另外一个他可以出售他的那个时间 产生一个远程雇佣 这么一个形式 他也可以 就是说出售一些标准化的商品 这些标准化啊 不是不是像前面定制的需求 就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logo 那这个logo可能是一个很非标的东西 就跟着你需求去走的 那还有就是刚刚我说第三个 就一个叫我起的名字叫凌宫 凌宫其实就是非标准化的一些 像你比如设计一个logo 对吧 还有一个叫我认为的叫那个叫什么来着 专职专职就是说我来出售我的能月时间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可能跟项目方或者跟需求方 需要一个频繁去沟通的 那可能是短时间高频交互的 那我可能你雇佣你这个人两个月的时间 帮我完成这么一个事情 对吧 这个是另外还有个叫橱窗的概念 橱窗的概念就是这个人去销售 他一些已经标准化的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可能你可以license的方式去出售 你或者以NFT的方式把它给出售出去 那这个是以人的方式 那人的下一层就是说我要 组建的是一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如果去组建 我就会完全用现有的那个道的整个思路 包括他现有的一些市面上已经很成 也不能说很成熟 就是很多人已经在尝试的道的工具 去帮大家这些节点单个的节点去组织成一个训练团队 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获得所分成 或者获得什么东西吧 对吧这个 我刚你是什么问题来着 反正这个是我的一些 然后他这个是上层 上层你看起来是一个 有点像是就是又像猪八戒 又像Patreon 然后就是又吐斯又吐逼 是一个很大的故事 真的是很大的故事 我觉得不能说 因为我在我的那个月景里面 其实提到一个关键节点 就是说关键就是我原来写的是说实现数字内容创作者和需求方 以及内容产出物等就是三方就是三个东西去产生一些价值 但是在我这个过程不停去涉及这个产品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自己在思考 最后我把那个需求方给干掉了 就是需求方就是可能你认为的是B端 其实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我把那个干掉了 就是我认为我只需要Fox的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数字内容创作者和一个内容产出物的牛童 就是他不能完全是一个说我2B还是干什么 我不能理解 就是我更关心的就是说 需要把需求端干掉 因为不就得一个工对一个需得匹配起来吗 这个是 这个你在操作上面是这么说 但是我从我的产品未来希望去Fox的领域的话 我更希望是那些去创造内容的人 以及创造出来的这些数字作品 是我整个社区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资产 虽然那些需求方在我的整个生态中 也贡献了它的价值 它确实是有价值的 也确实是在到里面一个理念当中 一个很核心的一环节 只是我在我的那个愿景里面 我把这个环节暂时给割了 我希望去服务的 包括我后面很多产品设计 包括其实都是围绕创作者和内容产出物去 虽然我这个很难去解释 就是也是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 我把那个叫需求方这个东西在我的干掉 就很难有点虚有点虚 就是说起来有点些 但是我因为具体 因为我是一边在修正我的理念 一方面是我其实在设计产品 就是很多产品的过程中 已经其实我觉得至少已经有些影子了 在这个影子的过程中 我修正了我的这个叫什么需求方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至少它在我的权重没有那么高 虽然它对于我的生态来说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去调研过很多 目前市场上其实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技能方其实是很多的 就是关键是需求方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 说我需要一些边缘项目 或者我有大量的需求 其实并不需要雇佣员工 而是说就是应该更多的是 用采取那种极差极拔式的那种能力资源的用法 就是或者说不专业 也不是说不专业 就是其实很专业的 就是叫灵活用工 其实有点这个性质 有点有点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国家其实也在鼓励这个 就是大众说的灵工经济 然后罗振宇定义的什么USB型的那个什么人才 我那个没太看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但不对 我好像看过那篇 我的理解和他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说的极差极拔的这种用工 是用工模式 他那个可能罗振宇说的是这种人才型的属性 可能是这么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我认为就是怎么 就是说当你整个公司或者你的需求 就是一个项目组或者一个需求方来说 你的需求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处于低谷 或者永远处于一个股峰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你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人才 人力资源的浪费 大家都知道就是虽然很多对吧 一个公司可能每年可能只有几个几个月的时间 是大家很繁忙的 但是为了这几个月雇佣了大量的人力 在这个公司里面其实造成了很多损耗 对吧 但是我其实B就是企业端 这并不是我重点去思考的 我思考的更多的是那个内容创作者 这一块就是产出内容 我所有做的很多设计很多服务是服务 但是没有B 不能说B 更多的是需求方 没有需求方 这件事也乱不起来 所以有很多基地层的东西要去设计 有点乱是吧 没事 因为后面几个问题 可以把这件事理得更顺一点 那我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你要搞的这个 它的形式是个道是吧 那这个道它 不是 不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对这个项目的认识来说 就是说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其实 这个也跟我最近思考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逻辑也有很多触动 就是你肯定会问我 说我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道 就是我所有的人都是去中心化的 大家一起为了一个理想 或者为了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去做这个 你是可能你问我这个问题是这么一个对吧 对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道 就是 我先把回答 你后面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就是说现有的道的组织中 你看好就看好哪一个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先讲一下 就是 就是说现有的道的组织里面 它其实也不是组织 它其实是两个项目 我觉得是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阿拉贡 一个就是Makedown 他们两个严格来说都不是 可能都不是你理解的那个叫组织 就是阿拉贡是什么 阿拉贡就是 它叫A-R-A-G-O-N 就是阿拉贡这个 它是一个道的工具集合 就是它设计了很多 这个项目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和研究的 就是因为我在可能就是学习 或者说借鉴它的很多设计 它其实提供了很多工具集合 就是为别人 或者为了想要组建这种虚拟道的这些人 提供了很多包括组织投票 提案和治理仲裁的一系列的工具 就是它发明了这套机制 而这套机制本身其实就是 区块链里面的很多一些核心的思想 它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你说阿拉贡是 它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项目吗 我自己了解它也不是 它是有一个核心团队的 所以它核心团队去做了这么一个叫做了这么一个道的工具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一个核心研发团队的 我们只是服务于这个生态 服务于这个服务于帮助别人更好的去创建一个虚拟的小型的道组织 然后再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心化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我们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在整理BB和产品设计 大概年后我们会去开始找钱这个事情 然后也聊目前聊了一些还有些小印象 然后我自己就会去想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将来发展的比较好 对吧 就发展比较好我是很开心 就我希望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整个团队可能也是希望保持一个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边缘的所有非核心的业务人员 我们完全通过我们自己的平台去招募去 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需求方了 我的所有的人员核心 不管是就是边缘 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人 你我全部通过我的平台去招募 让大家聚合在一起去完成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你说它是中心化的吗 可能就是中原 你说它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个去中原化的 可能我们核心的团队可能二三十人五十人这种 但是可能边缘的可能有一百人两百人 他可能也是某种意义上去中原化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说不清楚 那我就问你 所以我后来 就是刚刚有给我您已经提到了 你会拿融资 就问你你拿不拿融资 你拿不拿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机构的钱 我从我的角度 我肯定是要拿传统VC的 你就是中心化组织 也不是说 那你就是中心化组织啊 你什么 因为 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 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对去中心化这个东西 太 我就怎么讲呢 我就去中心化这个事情 跟web3.0里面有一个观点 会让大家产生一些困惑 就是我觉得去中心化更多的 应该是技术底层的那些 叫他分布式账本的那些东西去中 就这个共识是 就是区块链的四大技术之一 你说区块链 然后什么是智能合约 我说的那个 他这个是分布式的 他这个是分布式 但是业务的逻辑 包括一些东西 我觉得一定要用这种完全就大家去那个干嘛 我觉得未必 我觉得是未必 因为现在就是web3到底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我希望我将来会是一个 我现在很笑 因为我希望我将来是一个web3的这么一个公司 或者web3的这么一个团队 他到底是什么样 因为谁也没法去准确的定义 大家都是在摸着去试验 但我希望就是我是贴上web3的这样 但是比如说他里面我们去 所以我刚刚说的web3里面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认为的其实只有两个东西去中心化 不是我特别特别那个在乎 就是或者跟我匹配度没有那么高 我认同的是两个 一个是道的组织 道的组织 另外一个就是有经济体 他有自己的原生代币 用来激励整个生态里面 就是你的道组织 所有人的利益分配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才是我至关重要的 那所谓的去中心化 应该是由技术的底层去来保障的 就他的那些账本如何去分布式 如何去让它形成一个共识 这巴拉巴拉这些东西 应该是这个层这个层面的东西 他并不需要业务上或者说 对吧 因为你看很多就是很多供电的设计 你说它是去中心化的吗 就是它的研发成绩是很核心的 对不对 他做了这么一个飞车 那还有很多比如说 Solano这些东西 对吧 他其实他号称是去中心化 但是他去好像去年发生的那个事故 他某种意义就被别人质疑 他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心化的东西 这个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说 你怎么说呢 就我还是觉得就是中心化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有这么 不是去中心化这个我们有这么一个态度在 但是他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去中心化 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例子怎么讲呢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在最近看很多那个项目的那个白皮说 不特别是我他们对很多项目里面最感兴趣的 其实我是他的最大共识那块部分去 他的共识的部分去很多人去讲解 但他的讲解就是说实话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多人懂 但是我懵懵懂懂有一些概念 因为我发现他们很多人的共识 包括POS的这个算法的东西 他其实在整个演变的过程 最后也会朝着一个中心化的这个 中心化的这个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吧 就是他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他不会说完全的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话题 因为其实本身就是懂的都懂 就是屠龙少年迟到会变成恶龙 现在但凡打着这个去中心化旗号的 无非是想抢在市场上抢到一块肉 然后无非最后都想衍生成自己是 是当老大的 所以这个只是 我觉得只是一个有时代阶段的概念 对对对 我觉得只有POW 其实POW可能也未必真的是 因为一旦你的算力足够的话 你的可能积累的财富 但是你说POS和POS 就是Sorana和POS的概念 和POS的 其实某种意义 就是可能初始是一个完全 大家想的都很好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但随着他不断的去那些 在质押的那些人 权重越来越高 他发现又会朝着中心化的东西 我觉得去中心化这个东西 我更认同的是 你的整个团队 或者你的整个理念 或者是朝着去中心化发展 但是很多过程中 你需要去牺牲一些东西 比如我们说的区块链 里面那个三角模型 对吧 很多人却不得不说 我牺牲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 来获得效率上的大幅度的提升 对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 没必要去特别纠结它去中心化 只是说我们在设计 整个产品的环节中 我们是本着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包括我那个讲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去中心化 就是不叫去中心化 就是包括我社区的治理 对吧 谁是管理员 谁是能获得整个团队当中 所获的就是我组建的 就是我的平台 帮助别人创建的这些道 这些道的里面的成员如何获得更 如何获得收益 那它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决策权 就是说是由所有的成员来共同决定 大家的制理权分配权 一堆东西 对吧 但并不排除我自己是 我开发这么一个东西 是一个中心化的 这只是我的理解 可能可能也有很多不对 大家可以互相喷一分 互相交流 就是你作为一个产品的研发者 你肯定是得有精神领袖 得有那个核心技术人员 这算是在开发环节 和日后的运营环节 是两件事 开发环节肯定不可能 是人人都能参与进来的 运营环节 我这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去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未来这个东西如何去运营 这个就是发现原生代币 这么一个价值所在 就是你一旦有了这个原生代币 其实是促进了大家 为了一个共同理想 去把这件事给run起来的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摒弃很多 像web2.0说你说分享 添加一个好友 你就可以你收获什么什么 这些思路其实在 是像在web2.0是很生硬的 加入到整个你的业务环节 但是如果在web3.0时代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因为你的底层 就是有这么一个经济模型 这么你所有的环节 所以其实都是大家形成了这么一共识 只有我有更多的token 你的这个社区才会更好 或者你有更多token 你才能获得更多的话语 在这个社区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为什么我说 在整个web3.0项目中 其他的什么去中心化 什么什么 我觉得去中心化 应该更多是哲学性的东西 就是理念性的东西 但是真正落地到 Hello 我在听 但是真正落地到产品设计 或整个业务环节 我认为是两个东西最重要 一个就是盗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经济体 你的token 原生代币 如何去激励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两样是东西 那去中心化 这个东西 我觉得更多是整个团队的理念 并不一定是说 对吧 有一个东西 去中心化 我们都懂了 行行行行行 一直在绕去中心化 其实就是 就是更多 我challenge一个 那个上面没有的问题 就是你说你想用一个就是 怎么说 还是相对比较中心化运营的 这个公司机制 公司的这个形态 来去服务那些盗 那你自己不是一个盗的形态 你怎么确保你能把握准盗的虚实 我刚刚比如说 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 我来想想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 我想想 就比如说很多做思域流量的 他们要去服务那些零售 什么消费品 他如果不懂那些行业 是会很吃力的 他们得把自己变成半个专家 等一下 我之前写过一个笔记 我开我能不能 我能搜一下 我写过一个 就这个观点 我自己 我想想 我找一下我当时思考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么去讲 就是说 怎么解释 比如我是一个中心化的这么一个团队 对吧 我做什么东西 我做什么东西 和不做什么东西 其实 我刚刚讲 我是要有这么一个态度的 就是我自己团队是要有这么的 那做如何不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 当你产生很多社区去争论的时候 这件事应该是丢给你的整个生态里面 所有人去来共同去决策 比如就是到里面就是将盗 将盗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说的话 盗就视为原生互联网的宪法 就是他其实是通过那种算法 或者一套明面上的规则 把这些东西写在智能合约里面去了 那只要这件事情一旦出发 大家都必须去执行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自己思考的结论就是 原生宪法的话 这套宪法是谁写的 那总是要有一个意见领袖 去提出这么一个宪法 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就是我给你的其实是ABC的三个选项 我是中心化的 或者说我是这么一个意见领袖 就是你这个宪法必须是由一个人去提出来的 那更多的人去投票去决策这个事情 决策的那些人是去中央 但是就跟法律一样 你总是由一帮人去 一帮核心的人去制定这么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能不能 那可能是大家去公投去来决定这个事情 我是不是要上念 你又绕到中心化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可能往下中心化 你问我 就是你说我自己是中心化的 难道就是如何去保证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我 我说的是你自己是中心化公司运作 你怎么把握到的那些人的需求 你只要告诉我 就是你怎么把握到的人的需求 你不用告诉我说你是 我中心化是不可避免 你再回答两句 就是说如何去 就是我去了解他的一些 就是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我理解你这得有中心化的东西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 怎么 就是 我自己其实一直在看很多 供念和Lail 2里面 一些就是那些 叫做共识部分的 我对这块是比较感兴趣的 它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偏技术层面 但是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这些技术层面的一些理念 其实没有人把它设计成一些产品 那这个产品 其实我需要把它包装成一个用户可见的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 其实就是治理嘛 就是道的里面核心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治理和投票 我至少现阶段 就是大家对这个的认知 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发起提案 然后投票和仲裁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 就是说 在供念里面 它技术层面 其实是已经把它很好的去诠释了这些东西 通过各种策略 但它在用户层面 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包装出来 我 对吧 就是你说投票这个东西 他们用技术的角度 就是说 某一个节点在至于什么样情况下 大家 如何选出这么一个提案的人 对吧 提案人它里面可能就 POS就是可能就是说 我质押的票的人更多的 对吧 那我有这个人就有能去挖矿的这么一个权利 那挖矿权利 后面它挖出的矿是不是正确的 就有很多人要参与这个 那可能它是已经完全通过技术的方式 已经把这套的理念已经实现掉了 就技术层面已经实现了 但它没有产品化的理解 那如何去提案 如何去投票 更友好更可用 比起现在来说 对对对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止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这个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事 就是在我的整个架构里面 去有两个环节 就是最底下有两个环节 有三个重要的环节 但我这里只讲两个 一个就是我如何去 开发一系列的 简单而核心的那些道的治理工具 那道的治理工具是什么 其实无非就是 选出提案的人 然后进行提案投票 然后做出仲裁 然后最后对于仲裁结果 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就是实行层面的治疗 其实无非就这些东西 那我们只是要设计这些用户更友好的这些东西 把这个大家怎么 其实我把组织在一起对吧 那我如何去组织这个 其实就在我的概念里面 就是形成了一个叫 我的第一 就是用户层面一个叫团队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团队其实就是用来实验这个环节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很多技术层面 他们已经实现了整套的区块链 已经实现了这套 就是提案投票治理的这一系列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在它的特别 在共识算法 在它叫什么 对对 共识算法里面已经实现了这个 但是在用户层面 其实用户是没有参与的 那这个项目是什么 其实我当时提到阿拉贡里面 它里面有很多设计的理念 其实跟我的那个是有卖的 所以我其实确实也在学他 他的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我 对我明白 就是你看这个提供 我本来准备的是 以为你自己要搞一个道 然后做一些事情 那现在你是给道提供服务 不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来问上面问题 就是你假想中的目标用户 他用你的这个东西 他是要建了一个道 所以就是你为他提供服务 他不是的 他不是的 我的像我这个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是 我觉得你这个问的跟我后面很多回答 其实想要回答的 其实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吧 随便混 就是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记了一些零碎的东西 我想一下就是我这么解释吧 就是说我觉得web3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没有就是有一些虚就是有一些有一些共识 但这个共识并没有完全的落地 你认同不认同对吧 对 就是大家都有一些 每个不同的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但是他确实有一些共通的 但这块部分就形成了大家的共识 但是共识并没有把它产品化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web3的内核的实现 就是一定是离不开web2.0的包装和落地的 就这个东西你是不能不能至少就是说 我觉得web2.0可以帮着区块链技术更好的软着陆 不然的话就是你整个web3的东西都是飘在天上 就是停留在金融韭菜以及或者技术圈里面 就是我觉得所以我对我将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web 不是web就是web就是你不能摒替 就是务实一点就是你不能完全朝着 就是很多人就是你标榜你是web3.0公 OK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多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web2.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一定要把那些你认为最重要的 那个几个东西摟合在这里面 就是有些人可能所谓的去中英化 对吧 对有很多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事情 是看起来是一个web 也不是就是你刚刚问我的我的目标用户是谁 他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解释一下 就你要我要做的就是帮着这帮人 就是帮着这帮人去更简单的使用 不是不是不是他我不是为了建道你知道我不是为了建道就是 我说更简单的使用 是他我是帮着这些人建立一个念上的这么一个公司 或者念上这么一个实体 让他直面去需求方 你理解吗 我理解 就是我一个个体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的一技之长去获得我的收益 就是我去掉世俗意义上的公司这么一个中介 就我我既然付出了这个就我就应该获得他所有的回报 这是作为我个体的那剩下我觉得在一个事情中在任何时候就是不一定是你一个个人个体才能完成的 很多时候是一个团队 那团队其实我也不需要依附在一个公司这么一个实体下面 让大老大老板对吧去拿到更多 还是真正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些团队中的所有的人拿到这块收益 那这个团队我也去掉了公司这么一个中介 那这个团队怎么去形成呢 我会用现有的到的工具 还有我的整个底层进行逻辑 让大家把它组织成这么一个念上的一个公司实体 让这个虚拟的念上公司直面需求方 然后直接获得他全部的收益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以前咱们在盛大嘛 那个陈天乔哥公司内部咱们用的是那个经验值管理的方法 就跟传奇游戏一样 咱们做项目 然后是有一个经验值包 一个奖金包 然后那个经验值包 其实很多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对 但中心化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想做的是经验值包 你可以这么解释吧 我觉得你这个解释有形同 你声音好像又有回声了 能听见吗 我听了点 你听 我看一下你的 你说 你说 我觉得你说的其实也是对 但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规则是谁呢 这个规则是乔哥制定的 对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写在公司的章程里面 或者他所有的细节是不是很明确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想要说确实就是说它是一个经验值的成长体系 或者说你获得通过这种做任务之后 然后获得不同的 但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它是智能合约 就在我们平台上是一个智能合约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 你确实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东西是明确写在代码里面的 是这么一个层面的 可能会有些区别 对 就以前乔哥是那种 叫什么 负责的独裁 现在就其实把他这种 个人的中心化的领导的负责独裁 变成是智能合约 然后自动执行 至少它是能形成大家一个共识 就是它可以是 我觉得还是中心化的 它可以提出它这么一个共识 对吧 不是不是不是 它可以提出它这么一个叫 规章制度 只是让大家都去认同它 去把这个制度上了面了 以后 大家一旦符合这个要求 它自动完成这边 不是说再经过乔哥去基准 人为就是去让他去判断说 你有没有做到这个 然后拿到一个积分 而是说 你一旦做到这个事情 我的合约执行起来 就是你必须得达到这个分层 这个是这个环节当中 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还是乔哥提出来的 只是说这个乔哥提出来之前 他先要去公事 然后大家说OK 大家确实没有认同这个东西 那我去上念 上了念之后 然后大家一旦触发到这个事件 然后合约产生一个结果给你 你就拿到这边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他还是乔哥发明了这么一个规则 嗯 理解 好 然后这上面问题其实有点跳了 然后你看你还有哪个没有答的完全 或者你想回答哪个 我看看 已经很后半的 时间还挺久的 我觉得就是 就是Web 2.0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对你Web 3.0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产品设计 这个东西就是虽然包括我自己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 产品和设计的人 其实真的一点 在整个产品的生命中间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这也是 其实我一直给自己灌输这么一个观点 一直在灌输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在Web 3.0时代 尤其是现在是特别早期混沌的时代 我觉得更需要这样一种产品设计的人 因为你发现 包括我读了那些白皮书 当然半懂不懂的读了那些白皮书 然后包括我也去看了他们那些 特别是他们共识算法 我越发觉得就是设计的极为巧妙 就是他通过密码学和数学的逻辑 把这些规则去表达出来了 但这个表达出来 我觉得他更以技术人员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对于把这些很抽象的东西 如何包装成产品 我觉得这个就是产品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互联网都觉得 包括就我刚说 连我自己都相信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产品真的不重要 确实也不重要 就产品和设计的一点都不重要 但在Web 3.0 我觉得这个观念还是很重要的 至少它是它对金融社区 就是其实道其实也有社区的概念 你如何去包装做一个社区 如何做一些策略 如何让这个社区增长起来 其实是需要你设计复杂的 不管是在表象层 还有背后底层的一些策略逻辑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设计 以前我还不屑 现在产品经理分成了很多 比如说用户产品经理 金融产品经理 策略型产品 风控型产品经理 一堆乱七八糟的产品经理 对吧 它实际上其实里面 我觉得需要一个就是 就是都有设计 都有一些想法的人 把这些把东西融合在一起 就是之前的产品是太碎了 策略型产品 比如一些做投放的人 对吧 他确实想要获得新增 他确实做了很多 包括广告 其实也是一样 在里面有很多 包括风控 其实做了大量策略事情 但这些东西 我感觉这件事 就是上学成熟阶段有关 就是在一个增量阶段 就像10年前 移动互联网刚起来的时候 其实不用分的这么细 然后产品不重要 真的便便做个手电筒 都100万活用户 但是到后来就卷起来了 就是已经到存量阶段了 没有新东西了 大家就做的越来越细 然后现在很多人跳进web3 也是因为在web2里卷不动 所以web3还有很广阔的机会 所以就可以大师拳脚 也不用分的很细 而且不需要很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有点这样东西 就是目前看 我真的只有这个东西 是让我兴奋的 除此以外 互联网 像我们干了10年的互联网 越发掘的互联网 特别就是一方面没有给社会 就是做到最后 其实都是做牛量生意 对 都是做眼球经济的 就是你发现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对自己产生过 对我内心很 很那个什么信仰的互联网 产生过质疑 我说我们到底给这个社会 产生了什么东西 产生最后都是抖音 那种消磨 大家一直消磨 都是做这种 如何去骗牛量 又或者割一拨韭菜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我 我突然 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现在只有web3 这个东西能稀 让我很兴奋 我觉得我需要去做的是 解放生产力 然后去改变现有的社会 结构这么一个东西 去试着去试着去 其实我跟你感觉一样 在web3之前我也 在web3之前我也 基本上突然了 就是移动互联网 就是没兴趣了 移动互联网 没兴趣了 我确实也躺了 躺了 躺了 躺了好多 这个应该您总看不到吧 那难说 哈喽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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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想你 嗯 确实我也觉得 我觉得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出来 好一点 有点疼了 这几年 嗯 然后我们 要不就是进入尾声 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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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就 就我 我觉得web3 是一个 是一个进行式 它已经不是一个 趋无缥缈的概念炒作 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 就是说 呃 希望这个能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大家一起进来 把这个 天砖加瓦 把这个炒乐 大家 不是天砖 就是你必须得要细更 对吧 要形成共识 只有这一点成为共识 你这个 不管是钱啊 人啊 才会有大量的人进来 对吧 我们还是 嗯 明年明年情况我也不清楚 就是反正 希望明年 对 今年今年希望 啊 好啊 谢谢 好的 就是如果有什么 对我 对我觉得如果有人对我这个 对我这个想要做的 就是我说 生产力啊 能力资源这关 就是 呃 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加个微信 后面有机会可以多交流交流 真的 我觉得需要不断去 啊 是吧 可以可以 不知道他现在做啥 那行啊 NFT 什么的吧 哦 真的 那个 挺好的 他们做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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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主要是从产品的角度 因为我之前其实一直嗯 嗯 我我思考了去过 呃 思考去观念和那个东西 嗯 包括现在很多 很多很多东西啊 其实我更多的是从我 来将来如何去利用它 如何去包装这么的角度去思考的 就是NFT大家都知道 叫什么非同质化代币啊 什么什么就是 呃 主要是现在大多数集中在一些是 做呃呃呃呃呃 披导啊这些潮流这些都做资产 嗯 资产生殖 但我自己对他理解是这个样子 NFT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表象 我更多的就是NFT它核心的速度就是你去质押呃呃呃呃呃 呃呃呃呃 并且这个权益或者这个权益啊 其实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我理解下来就是我具体到未来 可能产品设计或产品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环节 就你去质押你的 来获得某种权益 而且这是一个挺大的话题 而且我也认识一切 我们下面下次可以多组织几个人一起来 再围绕NFT专门聊一场 可以可以 那今天one more thing就到这了 one more thing环节结束 那最后就再感谢一下 我这边视频完了之后 需要剪出来先给你看一下吗 还是我直接今晚的就可以直接发 我无所谓了 那我就不给你看 有问题你就先说吧 那最后再感谢一下油管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今晚就吃 然后视频剪完我就传上去 谢谢道道 好 拜拜